大家好 最近在研究职场培训和咨询的项目的时候 我就发现职场当中的竞争和升迁 跟很多动物的进化有某种类似之处 在动物进化的过程当中 有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总会出现一些过渡物种 它们有着两类物种的特征 第一个是前一种比较低级别的物种的 而第二个则是跟它相近的比较高级别的那个 比如说十多鸟 它有羽毛会飞翔 然后有翅膀 它跟鸟的一样是恒温动物 但是它却都生长着长长的有骨头的尾巴 它的脚趾上也长着有三个脚趾的爪子 这些奇怪的是它的嘴里还有牙齿 这和很多的辩论动物恐龙是特别相似的 它是爬行动物过渡到高级别鸟类的一个过渡物种 跟这个类似的还有鸭嘴兽 它是鸟类是生蛋的 但是就像哺乳动物一样 是用这个乳汁喂养后代的 它是鸟类向更高级别的哺乳动物发展的一个过渡物种 许多出入职场的草根们 跟这些过渡物种有很多的类似之处 从表面上看 它们已经从学校人 家庭人 计划成了社会人 但是在内心深重 它们大多没有修炼成熟 有许多没有计划好的热点 甚至恶习 经常时不时的就会露出狐狸尾巴 这种职场的几年 是一个痛苦的过渡进化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多数都是地道的半人半妖 如果说草根们想适应职场的新环境 那些连成骨干员工 就一定要在人品耐力性情 懂综合素质的题上多下功夫 这个要点有以下几个 首先要及时了解公司 所有的潜规则 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无视公司的文化 正值规章制度 其次就是 做事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不能总想着处处占便宜 再有的时候 不妨吃一点小亏 再有 对待工作 不总是做耍嘴上的功夫 遇到问题就退缩 那所有的事情全部是虎头蛇尾 做事情要给急躁的心 泼一盆冷水 不能没毛胡子一把张 要机会慢慢地分解复杂的工作 在规定的之内 很好的完成任务 动物进化的过程 需要历经千百万年的长期修炼 这些人拿的进化也是一样的 需要长时间的动心忍性的 磨练和修行 而且还不能争断 这样的话才能修成正果 同时在这一期段 我们要容忍自己 半仁半妖的尴尬状态 原来自己无心犯下的错误 不能好搞无缘 要明白自己就如同唐僧取经的团队一样 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才能修成正果 从妖变成佛